在开头我们要提醒一下 本期内容有涉及两性的相关内容 虽然我们尽量的不说它 尽量的转换一种表达方式 但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涉及 所以说本期未成年禁止收听 对这类内容不喜欢的有意见的 也请不要收听 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涉及到隐私 尤其在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 科技非常发达 我们的私生活其实正在被各种方式 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有些是我们主动选择暴露的 有一些呢 则是不得已暴露的 比如微信朋友圈 比如微博 每当我们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 那么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而别人发布的微博和别人发布的朋友圈 有可能也会在无意间暴露我们的私人信息 其实不止国内像国外的什么Facebook Twitter等等这些软件也同样如此 那么换句话说 因为有了足够的科技和网络做支撑 人们才能够在社交网络上直播自己的喜怒哀乐 鸡毛蒜皮 但是可怕的是 大家似乎从来不会感觉自己的隐私被泄露了 人们也不会在意陌生人会不会看到自己的私生活 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发生 在2018年有一则这样的新闻 居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位女士 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是要去医院看病 但是家里没有人 只能自己去 非常可怜 结果她的一个朋友 在看到这条朋友圈之后 就在这位女士出门之后 通过翻墙的方式 溜进了女士家里 偷走了价值两万多元的贵重物品 而这一切的起因 毫无疑问 就是因为那一条朋友圈的动态 举这个例子 就是想告诉大家 人们在网上发布的各种动态 或许早就被一些有非分之想的分子给盯上了 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 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现代我们有这样的苦恼 那如果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那个时代没有智能手机 没有社交网络 那是不是人们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呢 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 被人偷窥呢 其实不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 曾出现过一个偷窥狂魔 他非常喜欢偷窥别人的私生活 其方式之奇葩 持续时间之长 让人为之震惊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人他竟然把自己偷窥到的所有的事情 全都记在了一些记事本上 最后还发表成书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经上架 这本书销售一空 而这个偷窥者也借此一举成名 当然这个成的名 可不是什么好名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个突破很多人的三观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故事 这一切要从一封神秘来信 从1980年开始说起 盖伊塔莱斯 这是一位美国作家 他的作品大胆而且新颖 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 在1980年1月7号 他正在纽约家中 整理自己的一部新作品 这本新作品马上就要出版了 他的名字叫做邻居的妻子 就在他忙碌的时候 突然他的助手给他带来了一封信 起初塔莱斯并没有打算打开这封信 他认为是某些粉丝寄来的 这些信他往往都会集中处理 但是当他拿到信封之后 却发现信封上面写了一句话 为你的新书增添灵感 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知道自己有这本新书的人并不多 可能只有一些极其狂热的粉丝才会知道 所以他对这封信就产生了一丝好奇 于是塔莱斯打开信封 发现里面是一张很大的写满了字的信纸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您好 我在丹佛的奥罗拉大都会区拥有一家汽车旅馆 这个旅馆一共有21间客房 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经营历史了 我当时购买这家旅馆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满足我的偷窥的欲望 二是希望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交和性生活来做一个社会分析报告 这个偷窥观察我已经进行了14年 我对每个所观察到的人都进行了精确的记录 比如他们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他们的个人特征 年龄 身材 他们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 还有他们的性活动 来我旅馆的客户有着各种不同的背景 比如有位商人 他经常会在午餐时间把他的秘书带过来做一些不可描述的行为 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夫妻 无论他们来此是因为度假或者工作 除此之外 还有背着另一半出来偷星的丈夫或是妻子 而因为美国陆军医院离我这里比较近 所以经常能关注到一些女同性恋 尽管我对同性恋这个圈子不太感兴趣 但依旧记录下了一些数据 在过去的15年中 我亲眼目睹了大量的性行为 观察和研究了人们性行为的特点和方式 这和医学的临床研究无关 其中包含了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 我希望将这些机密信息提供给您 或许对您的创作会有所帮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 或者您想来我的汽车旅馆 看看我具体的运营方式 请通过邮件与我联系 当然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纯粹的变态偷窥狂 我只是一个对人类有无限好奇的探索者 这是这封信的全部内容 后面还附上了他的邮箱地址 那在看完这封信之后 塔莱斯的心情有些复杂 首先他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 因为对方没有落款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对方很了解自己 连自己即将发售的有一本新书 这个人都知道 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塔莱斯对信的内容非常的感兴趣 如果信中所写都是真的 那么他很好奇 对方是怎么进行偷窥的 他又看到了什么内容 他说自己是一个对人类有无限好奇的探索者 那么他探索到的东西又有哪些呢 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就会发出疑问了 说这个塔莱斯 他不是一个正经的作家吗 怎么会对这些龌龊和变态的事感兴趣呢 其实啊 当你了解了他即将要发售的这本书以后 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先不说内容 大伙先看看他这本新书的名字 刚才也提到了叫邻居的妻子 这个名字 这怎么看 怎么像是韩国的三级片的名字 咱再看他这内容 这内容呢 大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说美国的情色杂志的出版历史 第二部分 介绍了一些和性有关的实验的一些团体和社区 第三部分 说了一堆情色出版物和法律法规相关的问题 那么通过这些内容不难看出来 这个塔莱斯呢 其实在情色和性的方面 是有一定的兴趣和研究的 否则他不可能专门写一本书 专门来说这些东西 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以后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塔莱斯会对这封信很感兴趣了 那所以当时在做了一番思考之后 塔莱斯决定要去见一见这个人 看看他这个旅馆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真的 于是他就写了一封回信 说自己想去看一看 并且留下了电话号码 而没过几天 塔莱斯果然收到了对方的回信 只有一句话 他说我会在丹佛机场恭候您的到来 那么自此 这个奇葩的故事也就正式的拉开了序幕 按照约定的时间 两周以后 塔莱斯如约而至 飞机平稳着陆 来到了丹佛机场 他刚下飞机 两脚还没站稳 就看见从行李袋那边走过来一名男子 对方看起来大概有40岁 身形魁梧 留了一头利落的黑发 看起来跟普通的小老板没什么区别 他走过来握住了塔莱斯的手 显得很激动 不过他并没有自我介绍 而是先神秘兮兮的给了塔莱斯一份保密协议 并且告诉塔莱斯 如果他想好了要了解这一切 就要仔细阅读这份协议 并且在上面签字 否则不能带他去旅馆 塔莱斯打开协议 简单看了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各种条款 汇总起来 主要思想就是未经对方允许 塔莱斯不能泄露 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的信息 否则有巨额的赔偿款 塔莱斯阅读之后 欣然答应 并且在协议上签了字 这种煞有介事的行为 也让他对这个神秘的旅馆更加好奇了 而在看到塔莱斯签了字以后 对方邀请他上了自己的车 一边开车 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而且这哥们还真的没把塔莱斯当外人 刚见面就开始接连不断的爆出猛料 听得塔莱斯是目瞪口呆 这名男子介绍说自己叫杰拉德 父母都是德国人 从小给他灌输自由的教育理念 在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讨论 但是唯独不能讨论有关性的话题 所以在12岁之前 杰拉德对性这个东西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对男女之事也没有丝毫兴趣 直到在12岁那年 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杰拉德的一生 在那一年 杰拉德的姨妈搬到了她家的隔壁 她姨妈的名字叫做凯瑟琳 这个凯瑟琳当时刚刚结婚不久 正是最美丽最迷人的年纪 这样的女人对于懵懂的杰拉德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而凯瑟琳也大手大脚 她几乎从来不会拉窗帘 这让杰拉德大饱眼福 她经常看到凯瑟琳不穿衣服 在卧室里走来走去 或是坐在床边整理自己的衣物 通常杰拉德会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 偷窥凯瑟琳的动体 一站就是一个小时 甚至有好几个晚上 她看到凯瑟琳和她丈夫在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翻云覆雨来来回回 这让她第一次见识到了男女之事原来是这样的 最原始的最懵懂的对性的好奇 让杰拉德彻底爱上了偷窥 而对凯瑟琳的迷恋之深 使她日复一日的偷看了六年之久 直到她长大成人 去海军服役之后 凯瑟琳仍然是她性幻想时的对象 以至于经常一边幻想着凯瑟琳 一边做一些自我满足的行为 这种从懵懂时期种下的特殊癖好 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后来杰拉德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他对偷窥的渴望 依然是有增无减 就这样 在车上 杰拉德滔滔不绝的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自己这种兴趣的来源 但是另一边的塔莱斯却感觉很不舒服 他没有想到一个刚刚见面 还算不上是朋友的陌生人 竟然如此坦然的说出这么私密的经历 并且这段经历包含了太多太多 近乎变态的内容 而杰拉德似乎也看出了塔莱斯的不适 于是也闭口不谈了 之后又过了大约二十几分钟 他们终于来到了旅馆 踏进旅馆的大门 杰拉德十分自豪的向塔莱斯介绍 这就是自己的偷窥旅馆 因为自己的偷窥嗜好实在是太过强烈 他无法对妻子隐瞒 于是刚结婚后不久 他就向妻子坦白了 但没想到妻子竟然非常理解 不仅没有因为这个变态的习惯闹离婚 反而帮着杰拉德去改造了他们的旅馆 在妻子的帮助下 他们在十四间客房的屋顶 聚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 伪装成通风管道 但实际上这是他从屋顶偷窥客房的通道 他会钻进屋顶上面的夹层里 匍匐在洞口上方 记录着客房内所发生的事情 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而一旁的塔莱斯听着他的介绍 也听的是木凳口袋 他非常想亲自爬到管道里去看一看 但杰拉德却把他拦下了 他转头把塔莱斯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这就是他记录的那些所偷窥到的信息 杰拉德告诉他 对塔莱斯来说 这本子里的内容远比亲自去管道里偷窥 要好看得多 接着他把笔记本递给了塔莱斯 塔莱斯好奇的拿过来翻看 而很快就被其中的内容给吸引住了 在这本厚厚的笔记当中 杰拉德洋洋洒洒的记录了多年来 他偷窥到的每一位住客的一举一动 他们的年龄 身材家乡还有性行为一应俱全 仅仅粗略翻看 别让塔莱斯感慨 这小小的汽车旅馆竟然也有着千姿百态的足迹 这其中有趁着午休和女秘书偷情的富商 有背着丈夫出来和情人约会的妻子 还有假装卖淫 实际上是仙人跳的犯罪团伙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男同性恋 女同性恋 群交 卖淫 招记 很多很多 1966年 杰拉德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今天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终于可以释放压抑了几十年的渴望和难以抑制的偷窥欲望 而接下来就是他的第一条偷窥记录 这条记录是这样写的 来自科罗拉多州南部的怀特夫妇 其中丈夫35岁上下 白领 目测是差侣 身高180厘米 体重180磅 大学毕业 妻子35岁上下 身高168厘米 体重130磅 丰满 黑发 大学毕业 来自意大利 三维不详 接着 杰拉德写道 第一次偷窥房客 心里非常紧张 趴在通风管道里 第一次感觉如此有成就感 如此欣喜若狂 他看到怀特的妻子在洗完澡之后 开始在镜子前打量自己 一边打量 一边抱怨说自己开始长白头发了 而旁边的男人则开始抱怨工作上的不顺利 晚上八点半 妻子脱光衣服 躺在床上 他身材微胖 却非常性感 但是男人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后来两个人躺在床上抽烟 看电视 之后开始亲吻 开始抚摸 于是男人的下体有了反应 他爬到妻子身上 没有前戏 就这样直接开始了男女之间的交合释放 男人在短短五分钟之后就得到了满足 而女人显然没有 但这无可奈何 他起床 去洗手间清洗之后就睡下了 总结 这不是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妇 这个男人无知 冷漠 一心只想着自己升官发财 他没有时间爱护妻子 虽然空有一个大学文凭 对两性生活却显得无知 而且冷淡 那么以上这就是杰拉德的第一次记录 结束之后 他小心翼翼的退出通风管道 回味着刚才刺激的偷窥过程 久久不能平静 当然 对杰拉德来说 这第一次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从此之后 他的偷窥时代拉开了序幕 不仅仅是两性和夫妻 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故事 在旅馆中上演 也在杰拉德的笔记中留存了下来 那么杰拉德所偷窥到的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他为什么声称自己是两性 是人性的揭露者呢 在上节 咱们说到作家塔莱斯 收到了一封信 一个名叫杰拉德的旅馆老板 邀请他来自己的旅馆里参观 这是一个为了偷窥而建造的旅馆 杰拉德在旅馆的通风管道里 偷窥住在那里的房客 并且把每一次看到的内容 全都记录下来 他不仅仅记录偷窥到的事情 还会对偷窥的对象 加以总结和描述 例如 他第一次偷窥到的是一对夫妇 在记录了夫妇的交合过程之后 又根据他们的言行举止 做了一番总结 认为这对夫妇的婚姻不美满 男人太自私 满脑子只有钱 而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那对这一系列的行为 塔莱斯感到非常震惊 而在当天晚上 杰拉德也终于邀请塔莱斯 来亲自偷窥了一把 他们钻进了通风管道 完整的观看了一对 来自芝加哥的夫妇之间的男女大戏 之后全身而退 在一切结束之后 杰拉德把自己的一本偷窥记录 交给了塔莱斯 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和请求 他希望塔莱斯能够把这些偷窥记录 整理成册 然后出一本书 他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够大卖 而自己还有很多本偷窥记录 还有很多更加劲爆的内容 如果塔莱斯同意 他可以把所有的偷窥记录全都交给塔莱斯 面对这样的请求 塔莱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是因为杰拉德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奇葩了 把人家开房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 这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但是另一方面 塔莱斯的内心其实也有一种强烈的猎奇心理 他的确很想看看所有的偷窥记录 毕竟好奇和八卦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于是在经历了强烈的思想斗争以后 最终他答应了杰拉德的要求 第二天 因为塔莱斯还有工作要处理 不得不返回了纽约 而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 他也陆续收到了杰拉德寄来的19本偷窥记录的复印件 一共多达300多页 塔莱斯津津有味的翻看着这些记录 一边也感慨着人性的复杂和多变 的确 他在这些记录里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有一对30岁左右的年轻的夫妇 看起来郎才女貌 儒雅又端庄 但是两人在客房里的对话 却满口脏字 三句不离钱 他们似乎也没有那么的亲密 没有大多数男女那样的交合行为 而是关了灯 倒头就睡 憨声如雷 犹如死猪 这跟他们的外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 劲爆的内容 比如在1972年的12月的一天 有两男一女三个人开了一个单人间 这两男一女当中有一对是夫妻 看起来很有教养 剩下的是一个满头红发的男子 看起来像是小混混 但是他们在房间中发生的事情却荒唐至极 进去以后没多久 三个人全都脱了个金光 红发男子竟然开始和那个女人开始了性行为 而女人的丈夫却站在旁边给他们拍照录像 在运动结束以后 三个人都仰面朝天躺在床上 开始讨论他们开办的卖吸尘器的小公司 看起来这对夫妻和这个红发男子应该是生意上的伙伴 那也许是某些特殊癖好 也许是出于某些无奈 总之这三名合作伙伴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违反人伦道德 一场荒诞的性行为 当然各类奇葩的故事还有很多 但是杰拉德对他们的态度却渐渐的发生了改变 在记录中杰拉德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起初我对这种偷窥行为感到刺激和新鲜 但时间一长 这些房客的所作所为却越来越让我失望 这些人的行为渐渐颠覆了我对这个社会原有的认知 所有的道德伦理是非黑白 都开始在这些狭小的空间里变得混乱 模糊 最后分崩离析 这段话其实可以说总结了杰拉德所记录下的所有的事情 而在其中一本记录的匪页上 杰拉德也写下了一句更加具体的内容 他说 很多人之间并没有感情 只会为了钱争执不休 而在这句话后面的第一页 就记录了一件很奇葩的事情 有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衣着精致的年轻男子来到了这里 他们开了一个单人间 进去之后 女人调了杯酒 接着脱掉衣服 爬上床 然后两个人开始在床上翻云覆雨 但就在女人即将达到高潮的时候 男人突然停下来了 他说 我最近要买辆车 但是我的钱不够了 于是女人侧过身去 伸手掏出钱包 给他拿了一张百元钞票 男人这才回到床上 重新爬到女人的身上 继续刚才的翻云覆雨 在满足了女人之后 男人的身体似乎还没有得到满足 还没有达到高潮 女人看起来也很想再来一次 于是他提出 我们再来一次吧 但是男人却冷冷的拒绝了 男人说 我欠了别人钱 还需要五十块钱来还债 于是女人又侧过身去 在钱包里掏出了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塞到了男人的手里 不过女人这次并没有再次躺到床上 而是起身穿好衣服 开车离开了旅馆 在女人开车离开之后 出于好奇 杰拉德也悄悄的跟着他 来到了他的住处 他发现这是一个退休员工公寓 但是到家以后 女人并没有下车 而是坐在车里 趴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 后来杰拉德跟周围的邻居打听 才知道这个中年女人是一个寡妇 她的丈夫几年前死在了战场上 而很多女人到了中年性欲旺盛 所以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 令人唏嘘 在经历了几年的偷窥之后 杰拉德曾经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数据 1973年 在他所观察记录过的总计296次性行为当中 有195次是白人异性恋 有184次男性得到了满足 而女性能得到满足的情况 只有33次 而在第二年 1974年 他换了一个观察角度 总计观察了329次性行为 发现有12%的男女性欲旺盛 62%的情侣或夫妇性生活频繁 有22%性欲低下 3%几乎没有性生活 杰拉德就像是一个专业的医生一样 不厌其烦的记录着人们的性行为 的确 性行为反映的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也往往可以看清欲望驱使下的人类 他的种种所作所为 但凡事都要有个度 这些性行为看多了 杰拉德开始变得越来越烦躁和失望 在他偷窥的第五个年头 当杰拉德再去观察的时候 他开始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感到悲观 他渐渐的发现 这些住客们大多百无聊赖的翻看着电视节目 没完没了的谈论着钱的问题 他们会把抓过肯德基的脏手在床单上乱抹 丝毫不像是文明时代的文明人 在杰拉德眼里 他们甚至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性 用杰拉德的话来说 那些男人就像是牲畜交配一样运动 然后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然后倒头就睡 而女人则一言不发的站起来 用床单擦干自己的身体 之后同样倒头就睡 这句话可以说相当的赤裸 相当的直白 于是在经历了五年的这样的观测之后 杰拉德开始厌烦 开始厌恶他们的房客 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 为了满足欲望而去偷看的偷窥狂魔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杰拉德开始用上帝视角去审视这些人类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诚实游戏 所谓的诚实游戏其实很简单 杰拉德在客房的衣柜里放了一个行李箱 当有房客登记入住的时候 他就会走到客房周围 假装小声的跟妻子说 哎呀 听说之前有个房客报警 他的行李箱落在我们某间客房的衣柜里了 里面有好几千的现金呢 而房客们在听到之后 基本都会假装听不见 然后故作镇定的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但一关上门 他们就会原形毕露 开始疯狂的翻箱倒柜 寻找那个所谓的行李箱 而这一切都被杰拉德尽收眼底 在找到箱子以后 房客们开始犹豫起来 是撬开箱子拿走现金 还是把箱子还给旅馆呢 杰拉德一共在15名房客身上 实施了诚实游戏 这其中有商人 有律师 甚至还有军队中的上校 还有市长 然而最终15个人 只有两个把箱子诚实的还了回来 其他的13个都在想方设法的撬开箱子 之后用各种手段销毁证据 而这其中就包括那名市长 那个市长索性把箱子 直接丢进了窗外的灌木丛里 这让杰拉德失望至极 但是他还是骂骂咧咧的记录下了这一切 在城市游戏结束之后 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杰拉德感到惊心动魄的事情 那是在75年夏天 在他的10号客房住进了一对28、9岁的情侣 其中的男人身形壮硕 个头非常高 从他偷听到的零零碎碎的对话当中 杰拉德推测 他可能是一个从大学辍学的小混混 之后开始贩毒 跟他在一起的女人有一头金发 身材相当性感 两个人正值青春 性欲相当充沛 这让杰拉德非常满意 然而让杰拉德感到反感的是 他们的客房总会时不时的有人来敲门 来购买毒品 但是为了客观的观察 杰拉德一直没有报警 直到有一天下午 杰拉德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 于是趁两个人不在 他偷偷的潜入房间 把男人藏匿的所有毒品 一股脑子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 而接下来的情况 让杰拉德大吃一惊 在男人回来之后 他发现毒品全都不见了 于是就怀疑是自己的女友 偷走了这些毒品 在一阵争吵过后 两人开始使用暴力 开始互相撕打 男人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 掐得非常用力 杰拉德看到他的手臂上 青筋爆起 非常吓人 女人在不断的挣扎 但是很快就没有了动作 已经断气死亡了 紧接着男人开始不紧不慢的收拾东西 离开了旅馆 第三天 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发现了尸体 并且报了警 不过有意思的是 直到今天这场旅馆里的谋杀案一直都没有破获 因为唯一的证人杰拉德 他并没有选择向警方说出事实 杰拉德的妻子后来也问过他 你这样做良心不会痛吗 而杰拉德的回答却很晦涩 他不认为这件事是自己的过错 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中的角色和在所有房间里的角色是一样的 是漂浮的 是透明的 是一个不存在的旁观者 是不会对房间内的任何事情加以干预的 而反之 如果他报了警 那么偷窥的事情不就全都漏馅了吗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 杰拉德还在房间里看到过自杀 看到过一个400多斤的男人心脏病突发猝死 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太过肥胖而且巨大 在死后又变得更加臃肿 因此消防员最终不得不把他从窗户里抬出去 他还看到过一个男人刚刚跟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以后 紧接着又去其他房间跟一个男人开始发生性关系 等等等等 在杰拉德眼里 几乎所有人们能想到的以及想不到的各种奇葩的场面 他全部都见过了 尽管塔莱斯拿到了全部的手稿 但是他并没有发表出书 因为这些手稿实在是太多了 太杂乱无章了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整理完成的 而且后来杰拉德似乎过得并不好 他一直没有跟塔莱斯再联系过 直到这件事情发生33年以后 到了201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再次取得联系 塔莱斯这才得知 杰拉德的妻子在1999年不幸去世了 随后杰拉德卖掉旅馆 几年之后又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 而他偷窥的故事也自此才画上句号 这次的重逢 杰拉德告诉塔莱斯 他希望塔莱斯能够公开自己的故事 当年因为害怕被报复 害怕进监狱 而不敢轻易公开 但现在自己年纪大了 也都无所谓了 而且那些受害者 应该也已经是老头老太太了 也都没有力气再来报复自己了 除此之外 杰拉德也希望能借助这些故事再赚上一笔 因为他最近确实是很缺钱 而这一次塔莱斯答应了他的要求 三年之后 2016年 杰拉德的故事终于被发表在了纽约当地的杂志 纽约客上 文章一经发表 立刻吸引了大批群众的注意 而杰拉德也因为这件事情彻底火了 有人夸他简直是一个揭露人性的伟大学者 不过更多的却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狂 甚至有很多人给他寄去了死亡威胁信 但是杰拉德并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荒诞 太过猎奇 后来著名的网飞把这件事情拍成了纪录片 名字就叫做偷窥者 这部片子拍摄于2017年 大伙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上网查看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这部纪录片呢 记录了杰拉德和塔莱斯两人 从相识到最终发表作品的一系列的经过 不过杰拉德他最终的结局可能不太如意 他并没有像我们期盼的那样受到法律制裁 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 当年那些受害者要么已经老了 要么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对他起诉 也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 而塔莱斯因为当年签署过保密协议 并且他自己可以说也是一个事件的参与者 因此他也不会把事情的真相全都给说出来 那么这件事情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给画了一个句号 而在那本书的结尾 杰拉德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说人生来就是偷窥狂 男人热爱偷窥女人 女人渴望被偷窥 我猜这也是为什么男人看黄片 而女人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衣服和首饰上的原因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发达的网络让偷窥变了味道 虽然我说过所有人生来都有过偷窥癖 但有些偷窥者是为人所不齿的败类 他们借助新科技 借助网络 把自己的观察对象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甚至以此牟利 这是纯粹的暴力和恶毒的报复 这和我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 我所做的是为了揭露人性 为了让社会的阴暗面为大家所熟知 就像斯诺登一样 我没有曝光过任何一个人 也没有告诉大家任何一个被偷窥者的真实性命 如果我是陪审团的话 我同样不会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仅此而已 那么毫无疑问 吉拉德 他的最后这番话有着强烈的个人意味 熟对熟错 也只能我们自己来对他加以评判了 因为他毕竟已经逃脱了美国法律的制裁 这个猎奇的故事 咱们到这就算说完了 好 今天就到这 咱们下回再见